床前明月光还是在这儿睡个香 我说它是额头床铺的天花板 不服您前来挑战 说到额头床铺啊 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太窄太闷太憋屈 久而久之把额头床铺和储物空间化成了等号 能储物但是睡觉不舒服 这不就与舒适的房车生活相违背了吗 所以今天咱们来看一下 舒兴格S688的额头床铺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 第一看尺寸 1米4乘以2米2 普通的C型房车固定床才能坐到的尺寸 所以轻松睡下两位成年人也没有问题 第二看高度 内部空间高度呢可以达到1米1 所以两个人睡下也不会感觉到压抑的同时 还能坐直身体 整理被褥或者是开窗通风 空间更加舒适 那如果说这个尺寸单纯把它当成储物空间来使用的话 不敢想象一家人4G被褥衣物装饰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看安全 床铺整体为手动冲拉式设计 不使用时还可以推进去 让驾驶室更加通透 并且如果说害怕行车时 它会来回晃动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手动锁止按钮 让它更加稳定 不会来回走动 床铺下方呢 是一整排承重骨架 不仅保证了额头床铺的稳定性 上下床的时候不会晃动 还起到了一个非常坚固的承重性 轻松承重800斤 并且上下床的时候考虑到高度的原因 如果准备一个爬梯 或者是准备一个凳子 既要占用储物空间 使用时也不方便 需要使用时还得去翻找 每天反复去使用的时候 那太麻烦了 所以飞翔房车是有很多惊喜设计 是咱们想不到的 您看这里 在额头床铺的必经之路呢 做了一个隐藏式的翻折梯 不使用时就隐藏在墙体一色的角落里 不会影响美观 也不会占用储物空间 不仔细看还不会被发现 需要使用时就可以翻折打开 铝合金的材质 圆弧的造型 并且表面还做了凸起的部分 这些都是用硅胶垫材质 保证了上下床的时候非常安全方便 哪怕光脚踩上去也不会边角 甚至于咱们上下床这些边边角角 都做了圆弧形的软包处理 以免受到二次伤害 所以安全系数直接拉满 第四看空间 当您躺在床上最崩溃的事情 不过于没带充电器 没关灯了吧 同款的车友请在下方评论区扣1 看这里把您的崩溃收起来 放在旁边的储物格里 在额头床铺的四周呀 都设置有大大小小的储物格 既美观又实用 耳机呀纸巾呀充电器 以及放置水杯的区域都安置得妥妥的 并且以防高反还能多放几瓶氧气罐 随手拿取也更方便 在旁边还设置了五孔插座 USB插口以及灯光的开关 冷暖光源随意开关 不用来回跑是不是超方便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空间使用感受 两侧对流外推窗 并且尺寸都是非常可观的 顶部还有一扇超大的观景天窗 三面环窗式的设计 通透敞亮不压抑 视野效果也会更好 并且天气晴好时还可以直接晒晒被子 每一扇外推窗呢 都是采用的双层中空亚克力的材质 隔音降噪效果都非常好 通风换气 自带防纹帘 想睡懒觉 还有隐私帘 看我们睡下两个成年人 中间还能再来一位体验官 以上是此次西藏型深度测评的道路上 对于舒兴格S688的鹅鹅床铺 深度体验之后分享的心得 不得不感叹一下 房车老玩家的设计 方方面面没毛病 一整个贴心住了 偷偷告诉你啊 这一次318深度测评之旅 咱们的总设计师 就住在楼上的豪华大窗房里面 因为它的房车设计宣言就是 实用来自不断体验 这也是飞翔房车 众多已经上市几年的车型 后续又不断的升级 迭代更新 目前有人模仿 但是无人超越的主要原因 那各位看官 对于这一款舒兴格S688 您如果说还有哪些想要详情了解的 点个关注 下期给您安排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